新闻光笔 帮您画重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Nancy 大家好我是Roger 好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吉祥 好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集 当然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回顾过去 展望新年 要来看去年在各网站 还有媒体所票选出来的热门关键字 热搜字 那除了BBC有报导到说 美国的为视字典 年度热磁士煤气灯效应 还有英国的柯林斯词典是持续危机 也是跟整个气候变迁 还有俄乌战争 以及现在整个全球经济的状况有关系 那么台湾的部分 Google热搜是1922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聚焦一下 这个台湾的这个关键字 大家很常在Google上搜寻的前十名 好第一名就是刚讲到1922 第二名是乌克兰 第三是地震台东的地震 第四个是疫情 第五是世足赛 第六是快筛地图 第七是安倍晋三 第八疫苗预约 第九中华职棒 第十是爱扯 大家看这个其实有一个概念 就是事情如果是发生在2022的上半年 大概它的排名在比较后面 有没有 大家发现一下安倍晋三 快筛地图 疫苗预约 这个都是比较早的事情 也就是后面的时候发现乌克兰 或者现在1922地震 都比较下半年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Google的量 其实也会跟着我们的这个时间 有所差别 我们就来聚焦一下 第一个是1922 我想1922这件事情 应该不用特别去讲 不管是网络 不管是媒体 你只要有线电视打开来 每一个小时 每一个台都会被 我们的疾病管制局 这个中央疫情防治中心 都会有这个征收 告诉大家 有关于现在COVID-19里面 最新的这个卫教 呼吁大家做的事 包括比如说 这个时候政策变成怎么样了 或者是鼓励大家去打第三剂 等等等等 那都透过这样的1922 我想这个数字呢 应该在过去的两年多 三年里面呢 都深刻地印在人心里头了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第二个字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 我们会开新闻会议嘛 然后每天看这BBC啊 或路透社啊 各大的这个新闻网站 国际 其实乌克兰都一定是在 摆在那个国际的前几条 原来台湾 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关心 俄乌战争 对 因为你看媒体就是 国际新闻 就像刚刚Nancy讲的 俄乌战争 从开打到现在 每天都占了版面嘛 而且俄乌战争 看起来是一个区域性 在作战的地方 当然战争 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事件啊 它让很多人 牺牲生命 甚至流利失所 像前一阵子 这个天气那么寒冷 电力不足 还有要度过这些寒冬 那它也造成了全球的 很多的这个通货膨胀 譬如说乌克兰的粮食 无法运出 让非洲 让很多的国家 其实在粮食上 越来越贵 那在俄罗斯的一些能源 没有办法销售出去 因为被抵制 那导致国际的能源的 油也好 天然气大涨 导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国家 电费 激增 那欧洲曾经甚至有涨到 百分之一百多的都有 那所以它造的是一个 全球的影响 那我们也很衷心的期盼 这个俄乌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达到和平 让这个大家都回到 这个和平的日子 那乌克兰的这些难民 也可以早日的回去 不管是俄罗斯那边损伤的 军民或者乌克兰这边 损伤的军民 我们都可以期待 它早日恢复到 当时和平的这个状况 我想对这个全世界的冲击 也会比较少 对 那第三个呢 是地震 也就是我们台东的 918强震 其实今年台湾的地震 比较多 对 感觉蛮多的 918那次是 当然是造成了很大的 这个灾情 我觉得前几天还有一则新闻 就是为了抢通玉林那一段的 这个铁路 然后这个台铁人员 也很努力的去赶工 那进度也超前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 过年呢 有一个比较顺畅的 这个交通 那很多的房屋倒塌了 因为台湾其实很缺工嘛 所以像我们慈善基金会呢 也在这个玉里部分呢 远建了非常多的这些房屋 让他们可以有安心的居住 一直到现在录音的医院呢 还有部分的房屋正在远建中 希望他们在过年前呢 可以好好的这个 有一个安心的家 那当然在这一次里面 包括像台积电 包括像这个花莲县政府 合作的努力的去各自的认养 那希望这些灾民 像庆呢 能够度个好年 对除了我们跟企业啦 去合作 就说怎么样来帮灾区 做一个重建或修补的 修审的工作之外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也号召全国的 这个有营建良能专长的人呢 可以一起来投入 我们的这个工作 对那时候全省 有关于这个营建 有专长的志工呢 不管各县市 都集中到域里去帮忙 甚至我们还有师兄啊 跟那个 他现在正在工作的 那个老板说 我曾经答应过你 就是在这段时间帮你做 可是呢 如果持绩有需要 相亲有需要 那这时候你不能阻担 我要去做志工哦 所以那时候 聚集了非常多的 这个师兄姐 去帮忙去做 这些房屋的修缮 那这次我们的师兄姐 除了做志工以外呢 他在当地呢 也租当地的旅馆 为什么要刺激当地的这个经济 不要让他萧条下去 然后用膳呢 我们这次呢 也用当地的这些餐馆 请饭馆 请他们帮我们煮这个素食的餐 给我们这些师兄姐吃 一方面呢 也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 二方面呢 也可以跟他们推动 素食的这个料理 所以就是一举素得 也可以传达我们的理念 也感受到全台湾这些志工 对于这个玉礼附近的 这些乡亲的这些关怀 所以真的希望他们能够 在农历年前完工 就大家一起能够过个好年 那接着第四个是疫情 疫情到这近几个月来 就说你走出户外 是可以脱口罩 你有脱口罩过吗 基本上已经戴习惯了 所以没有特别去脱口罩 不过因为台湾的疫情 是进入一个缓步下降的地方 所以其实开始 慢慢让它去社区化 不过因为最近呢 由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开放 全世界有一波疫情 可能又会起来 那不过我们 大家应该都是期待 这个疫情将来会流感化 那它的致病率要越来越低 那希望赶快走出 这个疫情的这个日子 我想这个疫情 不是在台湾 全世界各地的这个Google 大概都在前几名 虽然现在开始 观光也慢慢的开放了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戒慎小心 那做好一些预防的措施 那包括该打疫苗的 或者该注意自己身体的 要好好的追踪注意 那我们期待 这个已经三年左右的这个疫情 能够赶快赶快地把它结束 对 很欣慰啦 就是说真的 从一开始大家很惊慌 然后还有一些医疗量能 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到现在开始呢 慢慢就是开放之后 观光啦 餐饮业啦 这等等的行业 慢慢都复苏了 接着是四足赛 这个四足赛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是四年一次嘛 那今年的这个四足赛 造成很大的这些话题 因为它是在这个沙漠地方举办的 包括场馆的使用 当初的建材的使用 甚至今年的这个冠军 阿根廷 这个梅西 就是当今竹坛里面的三大名运动员之一 终于在他借退的这个时期 得到了一座金杯 也就是冠军 也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阿根廷的第一场 预赛其实是输的 当初还担心第一场输了以后 还没办法进复赛 结果没想到最后一路过关斩将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第一名 那四足赛是全球 算是运动人口最多的一个比赛 那足球其实也是相对来讲 几乎是没有什么规则 限制最少的一种运动比赛 你只要 基本上你只要手不要去碰到球 然后另外一个 你看得懂越位这件事情 大概你就可以去踢足球了 对 以前我记得大学时代 我也曾经踢过 这是一个运动量 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踢足球比打篮球还要累 所以都很佩服这些人的体能 那四年一次 不管讲大拜拜也好 不管讲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他也是带来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叫做不放弃的精神 为什么呢 你看就像刚刚讲这个 梅西带的这个阿根廷队 第一场输掉 但是他们化为机会转机 一路过关斩将 那另外有几场 今年在比这个十二马 十二马球就是踢到最后是平手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追上来 又领先又被追上来 领先又被追上来 就是他不放弃 到最后踢十二马的时候 你踢一球我踢一球 你踢一球我踢一球 然后那个过程中那种心脏 要克服那种压力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从运动员的心里面 去理解到他们承受到那个压力 跟他们如何去克服 其实回归来讲 虽然大家讲说 比赛最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要享受那个运动家的精神 但是得到金牌一定会更开心 得到金杯一定会更开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去理解到的时候 不管他得到第几名 今天所有参与世界杯的这些选手 他已经是全球 所有足球运动员里面的顶尖分子了 我们都应该给他掌声 应该给他鼓励 对 而且我看到像冠军赛的那 最后那一场的时候 然后两个国家 他们都要先唱完彼此的国歌 然后在唱国歌的时候 那镜头带到他们特写的时候 哇每个人都这个意气昂扬 然后要为国争光 充满精神的感觉 我觉得光是还没开赛 开赛前的这个唱国歌 也让人就很感动了 对 而且阿根廷跟法国那场冠军赛 他是真的是领先追评 领先追评 对 所以其实真的不容易 那个法国的这个前锋 那场帽子戏法 进山球 虽然他们最后是输掉 可是我觉得那个奋战精神 真的值得我们很大的去学习 不放弃的那个精神 那接着是六到十名 包括这个快塞地图 安倍进山 疫苗预约 中华职棒 还有艾成等等 我想这都比较凭向上半年的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用 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 不过从这边可以知道 其实大家呢 除了关心自己的事情 像这个1922 像这个地震 像这个疫情 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国际的事物 包括乌克兰 包括四祖塞 所以呢 其实在在地表现出 现在这个资讯发达 全球一体的这样的概念 每一个人也可以借由这个国际事务 能够去理解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到底占在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的一言一行 其实也可以帮助到 其他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到波兰去帮忙 乌克兰的这些难民的安置 一样 这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 那疫情也是一样 不是你一个地方好 其他地方不会有疫情 整个世卫组织制定了一些政策 让我们全球的人 大家一起做防疫 那我们快速的消弭 这样子的疫情的状况 虽然这次的这个COVID-19呢 它的这个变种实在变得太多了 到现在三点多 不过我们期待曙光即将出现 大家我们要虔诚的去祈祷 好好地让我们的2023年 可以变得更光亮 更幸福 更美满 对 就像Roger讲的 就是说 其实疫情啦 或者是俄乌战争 其实它是牵动整个全球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啦 希望2023年就是 疫情能够越来越趋缓 然后也不要再有战争了 对 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 播了这一集 期待大家一起祈祷 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好 新闻荧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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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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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